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或者继续 在静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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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儿,水都大了 记性也不好 太快了 钱都忘了 太快了 钱都忘了 太快了 水都大了 两万块钱 我的袋子 阿姨,这是你的袋子 小姑娘,可算找着了 这里面有两万块钱呢 是啊,我刚从银行取的 这,我也不知道袋子谁的 我看没人要 这里面钱那么多,我也不敢乱动 我就说在这儿等一下你 这姑娘,我也不知道怎么感情 要不给你点钱 不用了阿姨,不用了,没事 这举手之劳嘛 你给我回家吃个饭吧,走吧阿姨 小姑娘,要不我这心里 我也不去了 那不用了阿姨 这就是我拿他进来的 阿姨 在这儿 这里 要坐 我给你接点水啊 不用麻烦了阿姨 阿姨,你坐下吧 姑娘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姑娘 今天可得好多谢谢你 要别人这样的钱 你能不能拿走了 你还在这儿等我这么长时间 你心眼真好 你看 小阿姨,你不用感谢我 这都是举手之劳 这要是要换到谁都会这样的 再说了,别人可没一个好心眼 这也不是我的东西 我也不能拿,你们说是吧 我觉得 只有一个阿姨 一直想要闺女 要不,我让你拿干闺女吧 这阿姨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阿姨,我看你也挺和善的 对我挺好的 这我从小父母离异了 我跟着我爸生活 也没怎么感受到我母爱 既然 您这样说 那 我以后就叫您一声干吗 玛丽啊 我这第一夜看见你 就觉得你跟我特别融赶 妈,回来了 儿子 这是 这不是玛丽吗 狗刚 哎 怎么认识啊 是啊 玛丽,你打过来了 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你家啊 德纲 德纲 这多亏了 这闺女 今天啊 我去铁行取了两万块钱 天天太累了 我就在那个台子上 休息了一会儿 把钱放了 我一急 我就忘那儿了 就想到回家给你做饭 我就忘那儿 然后再回去找这姑娘 天天已经等我 好长时间了 高,高,高兴坏了 这应该的阿姨 这样吧 就谢谢你了 玛丽 这你们怎么会认识的呀 阿姨我跟德纲 我们两个人是同学 这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 我原来还追过他 是吗 德纲 你怎么没答应人家呀 那时候只不学习了 妈 这不想着你一个人照顾我不容易吗 咱家就我这一个儿子 我想农民学习 考好大学 所以就没谈恋爱 也是啊 要不赚两万块钱 这玛丽 也和你见不了面呢 这这边玛丽 你也别当我干闺女了 就当我儿媳妇吧 阿姨这不行 这不行阿姨 这怎么不行啊 德纲你说行不行 我听妈的 你看那德纲都愿意了 你要觉得我太直接的话 那你俩先处着 这实际成熟了 妈再给你们喝半婚礼 这如果不行的话 你还带我当闺女 那就行 阿姨你人真好啊 行了德纲 这这么高兴的日子 咱们也别在家做饭了 出去吃饭 行吧 走吧 帮你 帮你帮你 帮你帮你帮你 我不去啊姐 我不去 二郭走 我不去啊 二郭走 我不去 我不去 你不嫁给他怎么办呀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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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嫁给他家里没钱了 我不去 你这不嫁也得嫁 快点 我不去 我不去 不去也得去 快点我走 快点去 就算我不是妈亲生的 你也不能这么对我吧 现在妈走了 现在家都不说了算 快点去 你听话 但是你不能把我家给你 傻子帮 你听话 你听话 村长挺好的 人家才这么有钱 不会亏待你的 你听话 谁啊 来了 谁啊 你听话 你听话 好 你听话 你听话 我把我妹妹给你带过来了 我爸还不在家 那你弟弟在家吗 我弟弟在家 真的是给你弟弟的老婆 就是给我弟的老婆 是啊 弟弟 德德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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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进来说 来 先把你老婆的脸回去 是呀 过去 放哪 佩奇啊 这就是我爸说的你给我弟找的媳妇 是呀 你看这我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其实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 是吧 嗯 你们先做人去给你们拿点吃 德哥 好吃的 德哥 好吃的 这是你老婆 老婆好吃的 我先走了 姐 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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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不 我 好吃的 我 好吃 我 不 弟弟 弟弟 你这媳妇呢 你老婆呢 刚才是有人在这 你别止不吃了 你老婆都没了 你还吃呢 都是咱爸回来 问咱俩 这个咋办 你说 马力 马力 给我出来 怎么了 佩雪雪 我爸说了 你给我弟弟找的媳妇 早就跑了 他让我管你要钱 跑了 对啊 你还不知道呢 送去当天的就跑了 你看你找的什么儿媳妇 这欺负我弟是个傻子呢 但我们家好欺负呢 我不敢呀 佩雪雪 这 这我们也没回来呀 哎呀 这对不起佩雪雪 对不起有什么用 我现在要我们家的钱啊 我爸说了 这钱要是不要回来 你就得负责给我弟找个媳妇 这佩雪雪 这这这钱 钱都拿着给我弟盖房子了 给你弟盖房子啊 我这手头也没有呀 那我可不管 这钱 你要是不给 有和以后 有你好看的 这 快去家 快去家 哎呀 都什么事呀 妹妹 妹妹 这是谁呀 妹妹 你 她现在都 都过这么好了 我过得好 还不是伴你所知 这当年的事 是姐对不起你 你原谅姐吧 烂我那三十万呢 怎么落魄成这样 别提了 这当年 你一走了之 这村长 还有他女儿 天天来咱家逼着我要钱 你走了之后 不就把钱 给你弟弟 让他盖房子 娶媳妇用 这钱也花了 你人也没了 这村长 天天问我要钱 我逼到没办法了 我出去打工 这偶尔 捡捡垃圾 捡捡瓶子 还能赚个几块钱 这现在 村长还问我要钱 说是利息 可这利息 都要几万块钱 我哪里拿得出手呀 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我天天出来捡捡平分 你弟弟 他现在 一点都不管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